喝绿茶能防止脱发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是真的 那么绿茶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防止脱发的 但是绿茶对于防脱发理论上是有帮助的 但是不能作为治疗手段 绿茶当中有一种关键成分叫儿茶素 那么研究表明儿茶素的成分 可以诱导毛囊进入生长期 延长生长期 并推迟退醒期 具有促进毛囊生长的作用 可能与它促进血管增生作用有关 那我们平时喝进肚子的这个绿茶 里面大多数的儿茶素 其实是通过我们肠道排除体外了 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吸收进入到血液当中 所以总结来讲 喝绿茶能够防止脱发 就像我们之前视频讲的 喝豆浆能够防脱发 和咖啡能防脱发是一样的 虽然说有利于头发生长 但是因为有效成分 太少了 食疗对于研究脱发 终究只是辅助手段 大家有头发问题也可以私信我 感谢点赞支持 关注我 发量满满